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制作家常大饼 家常大饼怎样制作 才能像咱视频上这样特别的松软 然后每一个肚子都起的鼓鼓的圆圆的 里边层次分明 凉了也不会硬 下面呢咱们开始制作 首先咱们说和面 一斤面凄凉水温水和面 不用一半烫也不用说用凉水就温水就可以 冬天的话咱们水温在40度 像夏季的话在30度就可以 和好的面呢咱们醒半个小时再使用 然后取一块适量的面剂子 饼位做的这个是三斤的 咱根据家里的锅的大小 来选择这个面剂子的重量 咱们给它擀成一个长条 这也是做剂子 做剂子有很多种方法 这个做出来我感觉是层次可以保留的好的 咱们也可以学着这样做 擀好以后擀得薄厚均匀以后 咱们给它刷上油酥 油酥的话是热油炸面 油温在180度左右就可以 刷油的时候一定要刷匀 尤其是两边一定要刷匀 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适量的盐 然后来点小干面 这个是有助于出层次的 咱们多叠几层 叠的层次越多 然后咱们出的层次就越多 叠完以后收口处 一定要收紧 收紧口 然后中间那个气它不往外露 然后那个肚子才能鼓起来 层次里边都能起得来 如果说咱们收口处收不好 容易漏气 那个肚子就鼓不起来 做好的面筋子咱们醒两分钟再擀 擀的时候咱就轻轻擀就可以了 多擀几下轻轻擀 不要说力度特别大 因为这个饼有点大 所以说咱们翻个个接着擀 擀两面也是有助于出层次的 然后咱们再说一下锅温 锅温是上下200度 有的粉丝就说了 那个锅 那个锅呀有的没有那个温度显示的 然后你们就把锅预热就可以了 热锅上饼 这个饼烙出来松软呀 火候也很关键 上锅以后咱们哈 一定要看好这个火候 锅呀是干锅 不要说刷油 咱们定住行以后再刷油 就像现在这个时候刷油就可以了 一面微微变颜色 咱们立马刷油 火候很关键 不要烙制火候 说特别时间长 那个水分都包干了 咱们刷油啊 其实就是这个目的 一个是为了让它颜色好看 还有一个就是为了让它那个水分都给锁住了 不要说都包干了 盖锅两分钟 一共整个烙制过程 也就是四分钟左右 家常大饼特别容易熟 就烙到两面金黄 家常大饼就出锅了 如果你也喜欢吃面食的话 可以收藏起来 在家里学着慢慢做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支持 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